吉安湘推广母语开办许多的课程来协助乡亲可以通过主语认证考试 而今年度还采用了家庭式共荣学习模式 鼓励祖孙夫妻还有幼童一起来学主语 厂长游淑珍表示希望透过各种推广课程 可以让祖先的语言智慧代代相成 吉安湘推广原住民族语言成绩斐然 不只每年通过主语认证人数越来越多 今年还透过家庭式共荣学习模式 鼓励全家大小一起来学主语 今天是我们吉安湘针对于阿美主语附证的一个课程来做执行 看到爷爷奶奶带着我们的娃娃 小朋友以及夫妻共学 不分中高低的一个研习 我们相信在今年语言认证里面一定可以拿到好成绩 吉安湘工所今年在圆明会表扬23位的全国基优语言推展的这样的一个活动里面 23位含关了我们吉安湘工所两位 一位是我们的基优保姆跟三岁的幼儿娃娃 我们相信在数百个乡镇市公所里面脱颖而出 我们也希望未来能够更激进的来推展主语的分享 所以今天希望我们不管是爷爷奶奶 或者是我们的娃娃小朋友 以及我们的夫妻共学 都能够带来在今年主语认证的好成绩 4月20号即将登场的是今年上半年的主语认证考试 吉安湘工所也开办了总复习课程 由主语老师带领着初级、中级、中高级认证的同学们 一起来加强复习 希望能够协助主人顺利通过认证 也希望借由家庭式的学习模式 让说主语可以落实在每个家庭当中 也让祖先的语言智慧能够代代相传 这旅会既然相报道